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伊格尔·科纳申科夫少将称 匕首高超音速航空弹道导弹击毁了 乌军在伊万诺、乌兰科夫斯克州捷里亚京 居民点的大型导弹和航空弹药地下仓库 据俄房专家称 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在实战中使用高超音速武器 社交媒体上也开始出现匕首高速路过的动图 天空中划过一道白光 迅速消失在天际线 看起来非常霸气 但了解导弹的朋友也知道 导弹这种武器是由火箭或者小型窝喷 甚至冲压发动机的 其工作时候必定会喷住火焰 为什么俄罗斯高超音速导弹匕首没有尾焰 难道是美甲高超音速导弹 坊间已经开始传闻 俄罗斯技术已经到了穷途末路 似乎想要回答导弹有没有尾焰的问题很简单 发动机工作就喷火了 所以能看到尾焰 不工作就没有尾焰 似乎这个暴力型的回答简直就无懈可击 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相信很多朋友都认为 导弹的火箭发动机都是从头工作到击中目标的 但事实上还真不是这样 导弹的动力射程与总射程之间相差 可不是一般的大 比如 著名的格斗导弹AM-9X系列 其导弹的火箭发动机工作只有5至6秒 其动力射程只有3至4千米左右 但它的尾追射程为8千米 低空尾追射程只有2千米 但其理论射最大程为18.2千米 这些数据看得演运 其原因也很简单 火箭发动机工作时间非常有限 剩余的速度就是导弹的惯性 大部分导弹的不可逃逸区也在动力射程内 当然不可逃逸区不只是动力射程 还有雷达波数的角度 只要逃出这个区域导弹就会丢失目标 到了射程末端时期 每机动一次就会丢失大量速度 或者以强弩之末来形容也比较合适 因此有人要说导弹无尾焰还在高速飞行 还真是这样 就像AIM-9X工作只有5至6秒 而AIM-120X工作时间也不过50秒左右 之后发动机燃料耗尽 导弹就依靠惯性直到击中目标或者尸的自毁 发动机都停止工作了 还能看到尾焰 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一个问题是 发动机不工作一定没有尾焰 但发动机工作时也不一定有尾焰 比如亮度比较高 使用无烟推进剂等 现代防空导弹与空空导弹都有这个需求 主要也是为了隐蔽自身 特别是红外制导的格斗弹 其尾焰中抑制即死外波段 以及可见的尾焰都是对燃料的要求 其实不需要去理解那么深奥的知识 你们谁见过客机发动机 在地面上发动时的尾焰和尾焰 笔者为了看到发动机的尾焰 曾经多次坐到机翼后方 想要看看发动机的尾焰 结果啥都没看到 喷气是发动机的尾焰 那是后燃是开启才有 相信各位应该看到过 战斗机喷出长长的尾焰起飞的霸气场景 但却从来没有看到过客机起飞时的尾焰 其实这个很容易理解 因为战斗机有后燃式 也就是所谓的加力燃烧式 对于了解发动机结构的朋友 就应该明白了 发动机的在燃烧式后方 还有一个高温涡轮 这是整台发动机的动力来源 高温火焰通过涡轮叶片将能量转换为转动的能量 带动整台发动机的低压压器机 中压压器机以及高压压器机工作 而且在涡轮风扇发动机的结构中 在这些高温燃气排入大气前 还会混入从低压压器机分离的气流 所以这叫做涡轮风扇发动机 这个风扇还提供了部分推力 因此高温火焰经过高温涡轮后 做工温度下降 然后再经过低压涡轮分流的常温气流 混合后的燃气也就几百度 根本就看不到火焰 加力燃烧式就不一样了 它会在高温涡轮后方到尾喷管这段范围内 直接喷入燃油 混合尚未助燃的氧气发生剧烈燃烧 最后直接从尾喷管喷出 就看到了这个炽热的火焰 客机没有加力燃烧式 它不需要这玩意儿 而且也非常不经济 并且客机发动机为了增加燃油经济性 还会加大低压涡轮叶片 然后在尾喷管内混入大量的低压大气 因此混合气体的温度会更低 因此想要在客机上看到火焰 除非是发动机漏油了 尾焰和尾焰到底有什么区别 战斗机起飞时能看到长长的尾焰 但起飞后却看不到留下的尾焰 而高空的客机经过 却能留下长长的尾焰 这又是为何呢 大部分喷气式发动机 在地面启动时能看到浓浓的尾焰 那么一定出故障了 燃烧不完全或者混入了滑油 这是燃料性质或者燃烧不完全所致 正常的喷气式发动机 都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但在高空能看到尾焰 并不是高空氧气息泊燃烧不完全 而是高温的水迹凝结后的尾焰 这个是无法避免大的 客机吸入的气体量极大 因此它们留下的尾焰经久不散 同理火箭起飞时留下的滚滚烟尘 则是燃料的性质决定的 高超音速机波 了解了上述问题后 差不多可以对俄罗斯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来做个分析了 它没有尾焰或者尾焰的可能性有几个 发动机工作时 尾焰不明显 从匕首公开的几张照片中 我们大致能分析出 这种导弹的发动机 应该是火箭发动机 或者固体冲压发动机 一定不是涡扇发动机 因此 只要这种发动机工作 一定会有尾焰 并且当时天色比较暗 尾焰会更加明显 此时会有第一个结论 没有尾焰表示 发动机已经停止工作 正在惯性飞行 也许当时可能处在弹道末端 高超音速发动机已经停止工作 首先 我们能确认 匕首从发射到命中目标时 结构都比较完整 这个气动结构 也不属于滑翔高超音速弹 当时发动机却已经停止工作 那么问题来了 据说 匕首的射程为2000公里 乌克兰从东部到西部 最远也就1300公里左右 完全在匕首的射程之内 不下图 那么 伊万诺 弗兰科夫斯克州 距离最近黑海距离比较近 但不宜展开行动 而在鹅白乌交界的位置 发射导弹 距离无疑是最近的 只需623千米 不下图 也就是只需匕首射程的 三分之一都不倒 按空空导弹的动力射程 与最大射程比例 这个623千米 一定在动力射程段内 但从公布的画面来看 似乎完全不是一回事 导弹在低空飞行 因为导弹看起来目标挺大 估计最高高度 不会超过500米 没有尾焰 尽管速度挺快 但绝对不是所谓的 10倍超音速 而且已经处在了 弹道末端的滑行段 这里有几个 隐藏在这个信息以外的疑点 高超音速飞行器 不太可能在地面附近 达到高超音速 因为它会产生强大的激波 特别是这种低空飞行的 高超音速飞行器 其产生的激波破坏力 非常恐怖 另一个问题则是低空大气密度很高 要完成高超音速的动力代价太大 因此 匕首只会再在高空达到高超音速 因此 此时已经靠近了目标区域 匕首已经准备俯冲攻击 从理论上来看 如果没有超过动力射程 此时的匕首应该加速向目标补冲 必定全力开启发动机 这样做的理由有多个 最高速度可以避免拦截 而俯冲攻击 可以避免激波对地面的大面积影响 完全没有理由关闭发动机滑行 因此这个片段暴露出了一个问题 匕首的动力射程可能小于560千米 并且此时甚至低于音速 其动力射程可能远在450千米以下 而最大射程应该是弹道轨迹实现的 水平射程大大缩水 仅凭这些信息 我们无法分析出是否真的是高超音速 它有可能在中途一段时间达到了高超音速 但此时一定已经不是高超音速 就这么简单 俄罗斯的匕首应该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神秘 它只是俄罗斯常规工业的极致水准 就像当年不锈钢打造的米格杆25 却被一次叛逃事件揭露了真相的故事一样 笔者也非常好奇 这俄罗斯总不至于如此不计法 居然用一枚普通导弹来冒充高超音速武器 其实恰恰相反 因为一段模糊的Jeff动图 造成了很多朋友的误判 下面高精完整动图来了 这个视频的出处是推特上 atjackpossBC标示为美国的账户所罢的 完整的视频各位可以去翻翻看 除了质量有些差异 上读的Jeff基本如实反应 如下图 这个视频中有伪迹 也就是燃烧后留下的伪烟 也有伪燕 从本门开头的那个所谓的导弹 其实只看到了一道伪燕而已 并且高度很可能在乌云以上 看到弹体和只看到伪燕的高度判断差别就大了 误导各位的是截图只截了一半 没有看到伪燕的朋友 确实很大闷 怎么只有导弹没有伪燕 难道真的到了弹道的末端 尽管仍然无法证明 俄罗斯导弹的性能究竟如何 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这个高度可能远超一千米 以如此快的速度掠过天空 其速度应该是非常恐怖的 所以打算看个俄罗斯出丑的朋友 可以退散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